字幕提供 來到智庫點評這個環節 請來我們今次的嘉賓 智耳東方證券行政總裁 倫常念的倫大師 倫大師 你好 知你今天想跟我們說一隻平保 為何會有這樣的選擇 今年是好的一年 朱年除了朱法之外 保險很多法 因為內地股市做好 剛剛公佈那些保險公司 因為股市做好 那個盈力大幅上升 尤其是這隻平保2318 他第一季的盈力達到455億人民幣 是升多少呢 升77.1% 真的很厲害 這個升幅很厲害 他的新業務是升6.1% 去到216億 還有最重要是他的母利率 是升5.9% 去到36.8% 即是說他新做的業務 利潤超過36% 可以說是非常之好的 今年這個平保就表現非常之好 由一月初的66元 一直升到現在大概96元 那就很大機會 未來這個月升到100元的水平 去到空底股 市值也都現在升到7千多億 現在的市場是由平保和有幫保險 兩隻領升的了 如果你的流資者是穩陣的 要找一隻升的籃籌 應該就可以買一隻平保了 好啊 既然就是說紅底股在望的情況之下 今天都去到96元 應不應該等他回一回才賣入 還是現在就衝進去 應該現在就衝進去的了 因為聽聞中美貿易談判已經差不多了 有可能下個星期就宣布兩國總統簽約 如果簽約的話 如果是簽約的話 股市還會有得升 很可能借的時候就升到100元 不想吃虧的就先進去 如果你真的要放一個止虧的位置 排在85元 好了 相當之遠 85元這些位置才止虧的 都要留意相關的風險 大家要注意